這是我媽媽她們以前的寶寶 那以前我小時候常去啊 但是沒什麼感覺 當我開始做口述歷史 然後回去 聽她講小時候的故事 每一片磚瓦都會有感覺 這就是以前的人去海邊 駕著牛車 把山無礁拔回來 這個 然後這一片 是我的媽媽她們家後面 現在還放著 這是老古時 是她們 我的舅舅她們幾個 出生的時候她們家人幫她弄 現在我三個舅舅都過世了 可是老古時還在 幾包一間 不生唏噓 這是馬宮港外面一個島 這個島叫做四角嶼 很漂亮 我從馬宮 我的那個故鄉 我住的房子 我們家這樣出來都會可以看到這個 很漂亮的黃昏 我也是在做了口述歷史才知道 這個島其實是一個 我後來寫一篇文章 叫傷心島嶼 為什麼 因為日本時代 我們相信 台灣人都相信說麻風病是會傳染 對不對 巴黎那個熱身寮寒院 現在還有一些人在那個地方 因為他們被誤解 以前認為麻風病會傳染 所以我後來到不同的島嶼上面 就發現 如果一個島只有一個島沒有小島 那麼他們島上有麻風病的人 就被送到最偏遠的地方 去那邊等死 那馬宮島的外面這個四角嶼 以前就是這種功能 日本時代的時候 只要有那個麻風病 就會被送到這裡來 很可憐喔 他由不回來 因為麻風病身體會潰爛對不對 你不可能下水 那很殘忍是因為 他離麻風兩三千公尺而已 所以你晚上家裡面 罵小孩炒菜的聲音 風平浪靜的時候傳過去 他們都聽得到 可是 就是只給他們一兩個禮拜的食物 就在那邊等死 所以我後來當我問了那個故事 我覺得 其實澎湖或是台灣人 應該為這些人立一個碑 這個島嶼 我們應該來講他們的故事 我們現在 其實每個觀光客經過那邊 也只是經過那邊 都不曉得這就是事情 這是我爸爸畫的 他們以前抓魚 就這樣 就是一艘船 然後四個人拉四條繩子 毛拋下來 然後流是往這邊流 那往是從這邊進去 那晚上的時候 黃昏先把船開出去 一艘子船一艘母船 子船先開出去點燈 點了燈之後 然後那個魚晚上會因為燈而過來 然後你再圍牠 所以那個潮流因為它變化很多 所以你必須要對潮流很熟悉 你潮流在比如說在流的時候 流動的時候 你不能放網 因為馬上會被沖走 你要等到潮流停下來 由南要轉北的時候 那一天有兩個來回 要停下來那個半個小時 他們的專門的術語叫老船 煙煙一息那個煙 老船 老船就是 很急的時候沒有辦法抓魚 所以以前的人 我爸爸他說 那當年光學這些海洋 要學兩年 因為每一個海 每一個海它在不同的時間 它的流向是不同的 那深層跟淺層 它的流向不一樣 所以海洋的知識很複雜 但是現在人都沒有那個知識了 現在人一出海就開那個魚探機 魚探機都看到了 那真的不夠 以前人他是要判斷水流 所以當我爸 我聽我爸爸在講的時候 我才 我感覺 其實海洋就像我們的肌肉一樣 一層一層 一層一層 絕對不是我們所看到的那種表面 他那個流是很亂 那你要抓魚 你必須要知道 那我爸爸這邊講一個故事 我覺得像那種故事 其實就可以變成是台灣民間 非常精彩的預言故事 他是說有一天晚上 他們那個燈打開之後 然後突然發現他的周遭大概有五十米 半徑 直徑的那個魚群 繞著這樣一直轉 非常精彩 魚不會停止不動這樣 魚在燈的旁邊的時候 他們會繞著一群 一直轉 然後我爸爸那時候年輕 他是船長 我們家有一艘船 然後顧了四個人 他說 他還看到那麼多魚喔 他就下命令 船長對不對 他那時候十幾歲 他還不到二十歲 他說 把他圍起來 他就這樣 他整個圍起來 我就問他說 爸 你看那個 你看那海那五十米的直徑 那魚差不多多了多少 他說通過也難斤 我說 你的船長可以載多少 差不多八百斤 他被圍起來 他說 他一圍起來 他那時候沒想那麼多 圍起來 然後那個魚就開始緊張對不對 一直往船那邊衝 平常魚不多的時候 如果魚衝過來 他們用竹竿擋一下 魚就回去 他就會跑到往生裡面 他就抓得到 他說那天那個魚完全不害怕 太多了 一直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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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到最後 各位人才抓幾條 零 他說那天晚上 一半就沒力了 然後他非常的懊悔 然後回來之後跟他爸爸 就是我阿公講這個故事 我阿公問了他一樣的問題 你若 你若那個 你若那兒 稍微打拼 五百斤就好了 那你什麼 還要抓得到 我寫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就說 人生不是這樣嗎 當我們有很好的機會的時候 你什麼時候那麼謙虛過對不對 那也通通不給他抓了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對不對 一艘船你只能載八百斤 你為什麼要去廣一千斤的園 結果最後一條都沒有 這是不是很好的預言故事 非常精采的故事 我在那本書裡面有寫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自己的文化 然後我們何必去詩經裡面去找 我們從原住民的故事裡面 就有很多 我們從漁民 農民的身上 我們就可以找到很多的故事 詩經就是以前的人的生活的故事 對不對 那臺灣有自己的很多的故事 像這個故事 我爸爸現在講到這個故事都還很激動 因為他那麼年輕 從來沒有看到那麼多的魚 繞著燈結果一條都沒抓到 連那天晚上什麼魚 後來他們那一船的人都沒有辦法確認 可以嗎 什麼魚 因為暗時的時候 你就看到一群一直衝過來 這個是蔣介石在我們那邊立了一個碑 因為228的時候 澎湖人沒有起來抗保 澎湖是唯一的地方沒有 那我後來了解之後告訴他們說 你不用難過 澎湖人那時候只有七萬多八萬 你知道澎湖軍隊有多少人 十萬 十萬的軍隊 七百萬人 要跟他拍什麼 我爸爸說他小時候 二十八那段時間 他都趴在收音機旁邊聽 他說他都聽到那個臺灣來的碑 我說平洋人 我們不起來喚 我說要怎麼喚 十萬的軍隊 有那麼多的槍 你怎麼可能 七萬 蔣介石很開心 爸爸說你有朋友人很乖 所以你看 給了兩億 所以我們此次四變 嚴守秩序 蘇堪價位 我靠下了 我很害羞 很抱歉 你自己很拚 這是雞童 我們那個村子的雞童 到現在還是這樣 我們那個村子的神明是蠻靈的 所以到現在還有人 一個禮拜可能有一次到兩次 所以你如果去澎湖 你去暗山的那個大廟去看 晚上還看得到 他們在解籤 嗯 小時候我最喜歡聽 他們在說 嗯 怕你啦 七點麻 嗯 其實他們就把畫夾罩在演練 這是海洋 當我聽過我爸爸的 對於這個海的序說 然後我拍的時候 我這種感覺 我就可以體會 他其實是有很多很多紋路 好 那我就做了父母的口述歷史之後 我就開始重新回去 重新回去 看到很多東西 那我這個鑰匙 是我回去的第一天 我後來認識的朋友 在座可能有人認識他 吳雙哲 雙哲是在澎湖一個 我說他是澎湖最浪漫的男人 他雖然做民宿 可是他把很多時間都拿來做社會運動 譬如說反賭啊 反那個大倉媽祖文化園區啊 他都花很多時間 如果有人要去澎湖 可以找他 我拍這個是那天 我第一次回去 因為我做完父母的訪談之後 我有一種很濃的衝動 說我應該回去重新再看一下 感覺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寒假的時候回去 然後他去機場接我之後 把車子就丟給我了 然後隔天要下移島 我說 雙哲說什麼要搞而已 他的獎寶那種非常非常訝異 重新很快好好跟澎湖拉近 他說 你的手機放在車來就好了 所以停在碼頭邊 然後鑰匙就這樣丟著就好 就這樣 在澎湖 你可以不用把鑰匙拔下來 就放在那邊 像我上一次六月回去的時候 雙哲也是這樣 把車子停到那個機場旁邊 然後就告訴我之後 我就停在那邊 然後我去那邊 所以如果你去澎湖 也許車子的門開一開 搞不好 你們走車 我講的是那種信任 你知道澎湖很多的人家裡面 他們沒有在鎖 有時候開玩笑說 因為現在社區很多年輕人回來 他彼此也不一定認識 老人家也不一定認得 對不對 你可能進他們家 煮一餐 然後再離開 不知道 人家也不一定會在意 那我建議各位如果去澎湖 不要像一般觀光客人招來招體 你看像這個一個海灣 你就坐在那邊兩三個小時去感受 澎湖有好多這種海灣 馬公島 然後就這樣 對 跟你講 如果這個解析度 你能看到 非常非常的美 它那個靜的跟那個油的表面一樣 可是它是很漂亮的水 然後這個也是 這些都是我後來回澎湖之後 重新去看到的這些風景 這個島嶼看起來有點距離 一兩千公尺 可是潮間帶 你退潮的時候 整個退掉 乾掉 你可以走過去 你看潮間帶如果毀掉多麼可惜 上潮的時候人是不夠底的 至少兩米 三米 一退潮的時候可以走上去 然後是這個島嶼 可是上面那種感覺 差不多兩個網球場 不是網球場 那個足球場 就是一個島嶼 你站在那邊你就覺得 人跟土地的連結是那麼樣的具體 你不需要再說教 人就是屬於這個土地 可是你看 我們所有的那個生學主義 叫背 叫孩子去背那些沒有用的知識 如果我們讓孩子有更多的旅行 去跟土地連結 我跟你講 今天教育部前面那些孩子 不用那麼辛苦 我們就會很自動的要求 就是你給我那什麼東西 不需要到現在 那是澎湖冬天的風浪很大 澎湖冬天平均是八級風 八級風就是颱風 輕度颱風 所以你拍照的時候站這樣 我其實還蠻喜歡澎湖的冬天 因為那種感覺 蕭瑟那種感覺 那澎湖都是 很多人都對澎湖的刻板印象 說 冬天觀光不好 我都開玩笑 半開玩笑 澎湖冬天其實可以另外詮釋 是陪你哭泣的地方 其實可以專門收那種失戀 就要靠著啊 靠著還在等 那冬天也可以觀光 那平常這種 我想各位在家裡 可能有一些這樣的地方 就是你到澎湖一下飛機 就是天地開闊 眼睛絕對不會 像我講的 回台北就會眼睛撞牆 會撞到 它就撞到 你在澎湖就完全不一樣 你在那邊一下飛機 你就感覺放鬆了 有一些道路呢 到了晚上 比較偏僻一點的地方 十幾二十分鐘都沒有車子 你可以躺在炸馬路上 你真的會有那種感覺 就是 因為它可以看星星啊 然後又沒有車子 就有那種感覺 白天 然後 這個我也有寫一篇 這是我從小就吃的一家麵店 它現在還在 如果你們去 一定要去這一家 那 它從十五塊吃到現在七十五塊 國中問題期的時候 十五塊 現在變成七十五塊 可是因為湯頭都沒變 超級好吃 有一陣子的時候 它被叫做拇指麵 因為它蹲 在端的時候 拇指都會插出來 不過我跟你講 我都建議人家 如果你去棚棚去吃的時候 你不要看它的地上 你就不要看 看著你可能會覺得 哎呦 但是你要想說 那個漁民生活就是這樣 我去年去南方四島 也是做田野調查一個月 你知道他們漁民住的東西 真的不是我們想像的 它那個民宿我一整年都沒有寫的 都沒有在寫的 你信不信 可是他們以前的生活就是這樣 以後有機會再跟各位說 那這個是我只要回澎湖 我去吃一碗那個 我覺得到家了 就像你如果家一人 雞肉飯對不對 回來吃一碗雞肉飯 回來咬下去 然後這個沒有什麼店 然後你去那邊就很自在 它沒有店裡 在一張圍當建築裡面 所以一般觀光客不會去的 觀光客不會去那地方 就是要澎湖熟悉的人才會去 好 我剛剛前面講說 在七美 因為我在重逢的過程裡面發現 原來距離現在四千五百年前 七美就有些實體製造棠 那這個是我隨手撿到的 一些古時候的那個器皿 那個形狀 你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澎湖 光澎湖 四千五百年前就有很進步的文明 我們絕對不一定 我不是說台灣人沒有漢族 那樣的文化傳統 我們絕對有 可是台灣有自己很多的東西 而這些東西都被踐踏 然後被忽視 都沒有成為我們營養的一部分 非常的可惜 譬如說大概二十幾年前 這個地方就被發現 如果政府願意投資 因為我們現在只知道這個東西 可是不曉得他以前貿易做到哪裡 後來如何消失 我們講不出那個故事 那整個沒有什麼用 對不對 如果你做二十年 三十年田野調查 把這個故事編織起來 那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他就跟我們生活連在一起 現在我們只知道這些 然後透過那個儀器的分析 知道他的年代 就這樣而已 可是沒有辦法講進一步的故事 我在那邊看 這個島上有好幾個非常大的面積 有大的有到足球場 那麼大的 那個石器製造廠 絕對不是那個小島上面的人在使用 很容易推理 他一定有國際貿易 不過我知道在台南不曉得什麼地方 也有找到那種類似的石器 所以至少那個時候 澎湖跟台南這邊 是有一些貿易 也會到更遠 不知道 其實那個都需要政府投注金錢去做研究 好 這個窗戶我要講的是 澎湖歷史上被認為最有錢的一個叫做張百萬 他的老房子 他蓋的房子材料都從當年青桃末年的時候 從中國移過來 好 我去這邊做田野調查的時候 我問到一個泥水匠 中年人 他已經技術很高 他說他想把這個窗戶切下來 所以他用那個切刀 上面 下面這樣切開 然後最後切下面 然後想把整個窗台拿下來 要再利用 結果他拿了三個 一拿起來就毀掉 我覺得這故事真好 好 歡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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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 歡歡歡 歡歡 真的嗎 對 以前張百萬是全澎湖最有錢的 可是現在連他留下來的窗戶 拿就拿不動 然後這個 這是我講的 吳吳廷老先生去年六月過世 我拍他這張照片的時候一百零五歲 各位 各位如果你用臉書的話 你打陣同聊 在我的臉書 然後看網誌 裡面我有寫一篇 寫大概七千多字 他的訪談 那其實我希望說有一天我如果退休之後 我想給他寫一部 彭福為背景的那個長篇小說 就是以他的故事 你知道他的故事多精采 他從他出生的時候 他的家人 擔心說 是不是西環通敵 什麼叫西環通敵 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對不對 1885年 也就是1895年之前十年 法國人曾經攻打騰服 佔領了將近半年左右 有一個那時候法國的遠東軍總司令 那個孤伐就死在蒲林 死於那個好像是霍亂還是什麼病 就是瘧疾 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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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爸爸在他出生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已經是日本時代了 他已經是一九零幾年出生了 可是他爸爸還擔心說 那時候是不是西環通敵 還是不是法國人統治 所以不敢抱他的戶口 所以他真實的年紀可能更久 我在訪問他的時候 他受日本教育 各位你看 他那時候105歲 他後面的工具擺得非常的整齊 對不對 然後每個東西都擦得很亮 105歲 他還可以釣魚 撒謊嗎 騎摩托車 然後我要訪問他的時候 你們如果到我臉書看 有一段他唱的包歌 非常精采 他寫的 身體很好 還可以穿針 不搞笑嗎 穿針 自己煮飯 可是我訪問他的第二天 這次我拍的那一天 進去的時候他感冒 然後兩手遮著臉 我就坐到他前面 隔了一陣子之後 他終於把手放下來 然後抬頭看著我 用那個我現在沒有辦法忘記 他那個表情的臉色 告訴我說 我的身體讓我死不掉 我的身體為什麼讓我死不掉 各位我們都希望長命百歲對不對 105歲身體像我講的那麼好 有沒有很厲害 可是他竟然告訴我說 我的身體讓我死不掉 那句話給我很大的震撼 我們活那麼久的時候也會後悔 對不對 可能有意義比較重要 為什麼 他的太太他九十幾歲的時候過世 也很厲害對不對 他兒子七十幾歲也過世 但是他所認識的人通通時光 通通時光 你想一下那種寂寞 所以人生應該追求什麼 我看這個老先生給我很多的感慨 那我有寫 因為他的故事非常的精彩 包括他經歷過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船案 高雄的船開到澎湖半路 就是我剛剛前面一開始跟各位談的那個西語 西極島那邊去撞到岸礁之後乘船 船上一百多人死掉 他是六個為六活下來的其中一個人 他講那個整個船案的過程 那我為了要寫的生動 我問得很細 所以我在寫的那天 船案那天的時候 我整個胃非常不是翻角很厲害 因為我要模擬 就是我等於是隨著他進入那個船艙 大家在那邊尖叫 然後看著海裡面有人抱著柱子 然後就漸漸被浪車衝走 我那天寫的那樣 所以各位那篇值得看 找我的臉書然後點網子 正常來網子 吳廷老先生的口述歷史 我寫了七千多字 裡面有一段就寫他那個船案 那個整個構成 我們臺灣人很多人看那個 那個什麼 鐵拉尼號對不對 我們不曉得臺灣自己的鐵拉尼號 如果整個串起來 你看他經歷過那麼多 然後他在日本時代也很多的故事 我們身邊都有人 你知道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在座每一個人 還有我們的長輩 每一個人都是這個時代脈絡底下的產點 因此每一個人的故事 你都可以連結到這個時代裡 你不要看不起任何人 每一個人都在時代脈絡 所以每一個人的故事都是很精彩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 口述歷史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我的穿著 我的思想 就反映了那個時代 所以以我當切片 你就會可以了解到我很活過的時代 這是澎湖的景色 這是澎湖離島 然後這是澎湖很多漂亮的房子 這是其中的 這些我看在十年的澎湖至少有上千棟 好浪費 我覺得我們的文化部份要做什麼 我曾經有一次有機會跟農運臺講 說花一點錢去整修 每一個村子整修個三五棟 然後留下來 然後讓每一個村子都可以邀請 免費的那個住村藝術家 那整個文化就可以活絡起來 你住吃免費 或是吃了他們自己處理 住了免費 然後藝術家住在這邊 他只要一個月辦一次活動就好 那整個就會不一樣 還有張醫生那邊我們去 他自己根本都沒有人在那邊顧 他沒有心 龍一凱那時候我有機會跟他 老師我問泰民宿啊 泰民宿啊 泰民宿只有我的住啊 一個月住 是要跟他們盤 要跟他們兩個在攻堅 這是他們在抓海誠 我最終講了一個故事 我們就結束 這個阿伯 我拍他這張照片 我87歲 那我就做口述歷史嘛 就問他 他開始講他的故事 然後對我很好 很開心的 吃蘋果啊 吃喝汽水啊 他講到228的時候 突然跳起來 馬上變臉 他說你才出去 我說為什麼阿伯 我蘋果正在咬 他說我才知道 你不是馬上去抓 他要來害我 你知道嗎 228離現在多久了 談到228的時候 他突然跳起來 他跟我講 你給我出去 他說你為什麼要問228 你是不是馬英九派來要害我 各位 白色恐怖 如此的深刻 你不要以為他過去 那個阿伯身上 我非常的驚訝 他叫我出去 還好我那時候趕快 散出橫木槍 然後跟他談話 後來他叫我坐下 然後繼續吃蘋果 而且 他家很有錢 阿伯很有錢 阿伯很有錢 他說你後來回來喔 他沒有來我這裡就看我不會去 我這裡有六千土 一台電池給你開 很有意思 好 我簡單的跟各位分享 我在這個過去兩三年做口述歷史的一個過程 那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讓我自己更貼切的跟我自己的過去 跟我的家人跟那個土地連結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經驗很難得 所以我就跟國慶說 我好想來分享一下 那希望這樣的分享對各位來說是有意義的 謝謝 謝謝